看准年后转直朝新加坡张仪机场企业集团来台高薪征材 而且跟大专院校讨论合作 开放应届毕业生现场报名 要招募的是机场辅助警察 预计征30到50人 不同于台湾薪资 要扣除劳健保等员工自行负担的部分 每个月实质收入大约是新台币8.5万元 还加码提供住宿跟交通费 另外大阪环球影城跟香港国泰航空等 也纷纷来台招募人才 换上制服开始进行巡视工作 而且就在去年拿下全球最佳机场排名 冠军了新加坡张仪机场执勤 这一次碰上役后缺工 当地企业集团再度来到台湾抢人才 要招募机场辅助警察 预计征30到50人 目前共收到600封履历将进一步面试 我们拥有良好的教育 所以我们在面对顾客的服务这块 或者是稳定的情绪这块 跟世界国家相关的比较 我们是特别好的 不止工作地点吸引人 还有诱人福利 不同于台湾薪资需要扣除 劳健保等员工自行负担的部分 每月实质收入大约是新台币8.5万元 更加码提供免费住宿 上下班交通费用 陆区者预计五月到新加坡训练12周 有学长特地飞回台分享经验 工作一个很大的技能 就是你的英文能力必须要好 第二外语的话会是一顿大家分的 有不少外商纷纷来台招募人才 包括大阪环球影城市出餐饮店职缺 预计2025年前要招聘台湾韩国的人才 一共200名 时薪最高可达新台币360元 还额外提供租金与搬迁补贴 另外香港国泰航空也要招募台湾空服员 先网络报名 二月下旬会在台北进行面试 预计今年第二季赴香港报道 可能在薪资不利条件 都有这个改善的一个这个空间 才有助于留住人才 不过专家也提醒民众要考量当地的物价 以及海外工作经验累积 对自己职业的帮助 可多方比较在做选择 借杨宗彦许修明台北报导